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蟹形 蟹形我这边大概先画一个蟹形 在旁边这边 如果说我今天任意在这边画一个蟹形 那蟹形前面我们讲过 它一定会有一个角度 那假设我给它任意一个角度好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把这一个黄色的这一个方块 放到这个上面来 放过来的话 那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角度嘛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移动 移动之前我还要旋转成 这样的角度才放得过来 那所以这边其实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常用的功能 叫做叫做2D里面 也有2D的所谓的对齐 2D的对齐 你只要有3.123 它就帮你放上去了 那这边当然有个3D对齐 那3D对齐其实用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五支这个72页 5支72页这边 那3D对齐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呢 其实它只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要有来源的 123点 再加上你的目标的123点 把它对好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点3D对齐之后 我希望把这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放到这边来 那首先的话低一点 你要记得我们低一点 你哪一个低一点 你将来放上去的低一点 就要对准 比如说我低一点从这边 我希望我选这个 第一个选物件 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 我的基准点 低一点假设说呢 我是在这边 1选它 2 3 那将来放过去的话呢 你要对1 2 3 对准 那如果行动大小不一样没关系 你就选接近的 把第一个点 第二个的话选这个 第三个选底下这个 好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刚才我没选到再一次 这种修改 3D 作业 3D 对齐 选物件 空白键 第一点的话选这边 记得 选这边 这边 3 第三 然后呢 第一个目标点的话 我移过来对不对 第一点在这里 所以第二点特别注意哦 选这里 第二点 因为它没有办法刚好在某 你可以延伸它的那个面 它的角度正确就好了 第二点在这里 第三点的话在这里 把它点下去 你会发现放上去呢 就会刚刚好 那它会从这边呢 帮你把它移动到这边来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请先利用这个所谓的屑形 画一个角度之后的话呢 再把刚刚的这一个方块 把它移动上来 这边注意可以用 3D 对齐的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